充当日本侵略军英权的76号 打击残骸的目标主要是 各界各党派的抗日爱国制式 制造了一起又一起的流血 一个好消息 1939年11月的一天 上海青帮老大杜月升 突然从香港飞抵重庆 并给蒋介石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汪精卫身边众臣高松武 陶熙胜 有意脱离 此时高松武已经利用一个机会 趁汪精卫送日本访客之时 把汪精卫和日本谈判的密约 原件带出汪府 偷偷带回家拍成照片 再将密约送回汪府 1939年12月30日 上海渔原路1136弄60号里 一场自称和平计划的签字仪式 正在此秘密举行 汪精卫 周富海等人 与日方代表陆军少将 赢左真招 众议院议员 全阳健等人 签署了日之新关系调整药缸 及其复健 三天后 高松武 陶熙胜 就在青帮的护送下 悄然离开了上海 此时的汪精卫哪里知道 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的密约 早已送到了蒋介石的手里 蒋介石当即命令 中央通讯社社长肖同慈 飞抵香港 在香港大公报 将汪精卫和日本人签署的 日之新关系调整药缸 及其复健的原文照片 一同发表 当天在新闻版上的大字标题是 高宗武 陶熙胜 邪港发表 汪兆明 卖国条件全文 揭露了日 汪 勾结的内幕 蒋介石为何要大费周章 选择去香港发表 原来当时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 那么作为一个第三方 或者是国际舞台上 发表这样的观点 可信度会略高一些 如果把内容带回重庆去发表 难免会被人误认 是蒋介石伪造之门 所以看起来蒋介石 那也是深谋远虑之人 汪日密约 在香港 重庆 昏明 上海等地 同时已经公布 轰动中外 正在青岛 筹建新政府的汪精卫文讯后 呆立无语 只是说 这是我的不得所知 最悲愤的还属周福海 任凭眼泪流下也不擦去 仰天长叹 随即在日记中写道 势必杀了高桃这两只畜生 高桃事件之后 汪精卫对外宣称 高桃二人早已不参加 汪日谈判的重要交涉 因此这些文件都是相必虚躁 但无论汪精卫如何掩饰 他通敌卖国已迫于世人